我在线上了吗 这个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呢又是礼拜三 晚上七点半 那么秉中呢和大家进行台湾新生的直播 在今天直播一开始呢 我想先和大家来广告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是由新党举办的活动 电影的欣赏会 大家看到呢这部电影是韩国最近呢 在台湾刚刚上映的电影 那么电影的名称呢叫做他们的故事啊 这个他们的故事呢并不是虚构的故事 而是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就是韩国慰安妇阿嬷 他们真实的经历惨痛的这个历史的教训 那么在这个韩国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回响 新党呢特别有鉴于在台湾 慰安妇的议题一直在这几年来呢 大家越来越重视 可是呢该要去为慰安妇声讨 他们呢的这个公道的政府 好像呢这个似乎是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我们知道蔡英文在这个2016年 当时呢即将总统大选的前夕 当时呢就曾经闹过一个新闻 是这个韩国他们对于慰安妇的赔偿问题呢 已经开始和日本在进行交涉 可是台湾呢却始终没有办法 对于慰安妇的这个公道呢来伸张 那么那个时候蔡英文呢还是民进党的主席 结果她竟然呢恬不知耻 有脸去说啊 这个为慰安妇呢争取公道 政府应该要多做事 因为当时的政府还是马英九政府嘛 那我们都晓得其实马英九呢 他多年来一直是很关心慰安妇这个议题的 而我们看到现在蔡英文 他上台了执政了大权在握了 那请问蔡英文女士 蔡英文总统你又做了什么呢 所以我想这个慰安妇的议题 我们看到韩国人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视 人家呢还拍了电影 那么还有慰安妇的这个少女的雕像 让全世界呢都知道啊 韩国曾经呢有这一些啊 妇女她们青春的岁月被日军呢 侵略者所践踏所蹂躏 这个在韩国人家是这样的去不断的教育 他的下一代 可是在台湾呢 只有一个小小的阿嬷馆啊 在台北各位如果比较关心的可能知道 在台北有一个小小的阿嬷馆 是这个对于慰安妇历史做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陈列馆 其他呢到今天为止啊 官方呢做的非常的少 而且甚至是呢有意的要把它遮蔽 因为我们知道谢长廷他在这个2016年啊 当时候呢公布他是这个蔡政府驻日本的代表 结果还没上任啊就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 然后呢就开始先打预防针了 说这个啊钓鱼岛的问题 慰安妇的问题呢啊 这个都是历史的问题 我们呢要选择性 不要呢过度的强调啊 要要往前看啊 要去这个结合什么台日命运共同体啊 就已经在打这些预防针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痛心 那么这样的一个电影欣赏会呢 也希望让更多人呢一起来关心 人家韩国做得到 那想想我们台湾应该为我们仅剩不多的 慰安妇阿嬷做些什么 在时间呢是这个8月6号礼拜一的晚上 那么大家可以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啊 新党的包场 那么在华纳威秀台北信义的华纳威秀影城 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报名 那么到时候呢就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电影欣赏会 详细的这个报名方式呢 大家可以打电话到新党党部27562222 这个是新党党部的电话 或者呢是上新党打假除乱的脸书粉丝专页 那么呢这个相关的报名细节 可以在脸书啊新党的粉丝专页上的都能够看到 那么我想呢今天这个跟大家啊 先预告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影欣赏会之后呢 和大家谈些什么 其实呢我们以下要谈的内容呢 跟卫安妇啊不完全相关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主题 就叫做转型正义 我们知道转型正义啊 这个民进党政府呢很爱说台独工作者呢 天天都在讲 今天蔡英文呢还在那里扯 说什么南岛民族也如何被迫害400年 也是所谓的转型正义 那我们的新党的青年委员会 我们的青年军大家也都很熟悉 对于历史一直都是非常有研究的 林明正他就直接打脸了 说根本台湾原住民遭受到迫害 是从日本殖民开始的 那怎么不去说呢 我们现在民进党的台独工作者 那你要为原住民的正义来伸张 为什么不去批判日本殖民者 他们是真正屠杀 真正迫害原住民的凶手 而不去谈 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来为各位来揭露 所谓转型正义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我想先从这个昨天啊 有朋友传来给我的这张截图 我们先从这个截图来谈起 各位看到啊 这个截图呢是恶名昭彰的 政经夫妻啊 就是台独喉舌 政经夫妻他主持的节目 那么有朋友呢就看到昨天呢 这个政经夫妻的节目呢 就发起了一个所谓电话投票 各位可以看到在底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电话投票 就说是所谓什么涉共谍案的青年 要选议员 然后要大家投票 说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司法纵容啊 各位看到啊 昨天在政经啊 这对台独夫妻他的节目呢 就在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我对于政经夫妻的这个节目呢 长久以来呢 我已经是这个根本就懒得理会了 因为各位都晓得 这一对台独夫妻男的呢 过去在党国年代担任台视主播 那个时候呢 还高唱着中外来宾 在国恩嘉庆之下呢 事事如意 祝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进步 是完全当时是符合党国的政治正确 还是中外来宾 结果现在呢 就变成去扯什么古今台外 遗孝海峡两岸 我们也看到这一对台独夫妻的女的呢 她是典型的天龙女 过去她的爸爸是蒋经国时代 国民党的高官 是典型的那种在台北的天龙女 完全是国民党奶水养大的典型的代表 结果现在这对夫妻呢 夫畅夫遂 天天呢 在那里扯说要转型正义 然后呢 批判过去国民党如何白色恐怖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他们所谈的 不是另外一种的白色恐怖吗 或者我们说她现在变成了是绿色恐怖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我们来看昨天这个政经的节目当中啊 又有另外一个号称呢 是所谓进步青年的代表啊 各位看这个太阳花世代啊 所谓进步青年 结果讲什么呢 讲说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民主 那捍卫自己的民主要干嘛 就要这个盛防所谓心战喊话啊 中共什么共谍啊 这个无孔不入啊 如何渗透啊 我们要这个捍卫我们的民主 所以呢要盛防中共的心战如何来渗透 那我想请教大家 既然讲所谓的民主要捍卫自己的民主 如果你真的是个民主社会 你为什么会害怕所谓的心战喊话呢 这不是过去威权时代才有的用语吗 那今天我们如果说对于我们的民主自由 我们有非常强烈的信心啊 那我们怎么会是害怕说 中国大陆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啊 他去宣扬大陆 他们现在讲的大陆的全面崛起 去提供台湾会台政策 那台湾的年轻人如果觉得不错 去大陆看一看 那台湾的年轻人自己会有选择 自己会有决定 这不才叫做是所谓的民主吗 为何又要去对于所谓两岸之间的各种交流 现在说要去严查 严审 严办呢 那如果说要慎防大陆的心战喊话 那是不是也应该要慎防 美国的心战喊话呢 是不是也应该要慎防 日本的心战喊话呢 到底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1219事件以后啊 我们几位新党青年军被邦金的这个检调单位呢 在奉命啊 办理之下啊 然后呢 去罗之罪证啊 把我们的先是想办法啊搜索 把人扣下来 把东西呢 拼拼凑凑 然后来把我们起诉 那么在1219事件之后 其实我们就看到 在台湾社会呢 突然一下子 蹦出了一大堆的 所谓共谍案 为什么我要讲是所谓共谍案呢 因为各位如果去仔细看 在1219之后呢 连续发生几起的啊 什么台商认识某某大陆官员啊 然后最近的这个我们看到的 所谓啊在大陆的这个中继大啊 说是什么变身共谍基地 然后说校友牵线啊 去这个介绍啊 这个军官啊 什么什么巧遇中国特工啊 讲的啊 这个谍影床床 那问题是你要讲人家是共谍 请问到底交换了什么机密 到底窃取了什么情报 刺探了什么机密呢 这才能够称得上是所谓共谍啊 那现在呢 搞的这个标准非常的宽泛啊 台商认识大陆官员啊 然后呢 这个台商或者说在大陆的这个学校 台湾的校友会 然后呢在台湾招生 就这样也变成叫做所谓有国安疑虑 这个国安的定义 各位不会觉得非常的宽泛 就如同当年这个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 要整人动不动就用什么呢 就用整治叛乱条例的二条一来搞人 当时候党外人士都知道二条一二条一来整治所谓的叛乱犯 那现在呢国安法的二条一啊 发展组织也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法律工具了 所以呢在配合这个政经夫妻台独夫妻 他们去为台独工作者去喉舌 然后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过去我一直呢都懒得理这一对台独夫妻 因为他们过去是什么样子 过去做党国的喉舌 过去由国民党奶水养大的标准天龙女 如今摇身一变又可以变成台独喉舌 我想这个大家自然会有评价 那过去我一直懒得理 但是为什么今天呢 我想要拿这个政经夫妻 他们在炒作的这个话题 在台湾新生当中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转型正义 这对台独夫妻也好 台独工作者也好 动不动说转型正义啊 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啊 可是国民党时候所搞的各种各样的防范兴战喊话啦 防范各种什么中共组织渗透啦 手法不是一模一样吗 现在他们所扯的不是一模一样吗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时空背景 那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是这个昨天我和我爸在聊天啊 开玩笑 我就跟我爸讲说 现在北检用文字域啊来炮制这个所谓共谍案 把你的任何的知字片语包括我们办读书会啊 我们办营队活动 然后呢在哪里讲过和平同一国两制啊 然后呢跟大陆的官员又有什么样的一个通话内容 然后用这个来作为所谓我们有危害国安的意图的佐证 那这完全就是思想检查 就是透过文字域 然后呢先对你的思想做一个定性 就说你们的思想就是属于共谍思想 在过去讲做富匪分子啦 亲共的这个思想啦 然后呢先扣上这个帽子之后 我们所做的在台湾所有正当的组织行为 都变成了是为非在发展组织 甚至连我们想要到大陆去创业 我们想要到大陆去出书 到大陆去办演讲办活动 理论上是大陆方面要戒慎恐惧啊 是大陆要小心我们渗透到大陆才对 结果连这些也都能够兜兜拢拢 变成是我们危害啊 他们台独工作者口中的所谓台湾的国安的证据 那这不是笑话一场吗 所以我跟我爸说这样的一个手法 如果在50年代啊用文字域来扣人入罪 就像当年红秀柱的爸爸 那也是被送到绿岛去唱小夜曲的 那那个时候红秀柱的父亲呢 就被扣上的说是他的思想呢 有所动摇啊思想不坚 所以呢要感化教育 那我就说不是一样吗 如果在50年代啊 那我们呢早就都被枪毙了啊 我就跟我爸在开这个玩笑 只有我爸呢一语点破 我爸就说问题现在不是50年代 也就是说50年代至少那个时候 两岸军事对峙双方正在交战中 那么政府也明白的告诉你 我们现在就是要保密防碟 我们现在就是动员勘乱 我们就是戒严时代 那这个是明白的昭告天下的 但是现在是当年的那个氛围吗 我们看到蓝绿的政客 哪个不是都跑到大陆去要做生意 要赚钱吗 绿色的很多委员到大陆去照样也是吃香喝辣 在大陆还这个宰歌宰舞 这个媒体都有公布的 所以怎么可以用50年代的那一套手法 用在今天21世纪的台湾 号称转型正义 结果呢手法如出一策呢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说 竟然会有一边在那里批判国民党白色恐怖 批判国民党是要转型正义的 然后另外一边呢 其实自己在搞绿色恐怖 然后呢满口讲出来的话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民主 所以要慎防新债 满口讲的话不就是本身就在反民主吗 就打着民主反民主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他们啊这一批台独工作者 他们经常说我们要转型正义 要反对50年代60年代当年国民党开始的这个所谓白色恐怖 那很多大陆的网友呢也不明就里啊 就觉得说哎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转型正义也没有错啊 尤其是看到转型正义说要拆除蒋介石 那很多大陆网友啊甚至一些这个统派的朋友觉得说哎我们也觉得这个当年蒋介石镇压了很多共产党人啊所以现在来反对蒋介石哎也没有不对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各位要注意啊这个到底民进党他包藏的祸兮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看破的其实大家只要来看这张照片就可以了解各位来看哈这张照片呢就是台独的这些屁孩他们呢就打着转型正义的旗号 然后呢去泼啊这个啊蒋公灵鹫然后要去拆蒋公铜像的就各位看他的布条上面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也不是为了说要帮当年的共产党报仇啊或者说国共要和解啊都不是 你看他的目的是要破除是要这个去除所谓的支纳威权 所以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反中去中各位从他的这个布条当中的文字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我们再来看50年代白色恐怖蔡英文呢这个不断的歌颂在他的这个就职典礼上还请来了这个剧团 然后去演出50年代国民党怎么样枪毙所谓的共产党人或者亲共人士啊 那么各位来看这就是2016年的5月20号蔡英文的这个就职典礼 然后呢上头呢这个秀出来呈现出来的这个版画 这个版画呢是非常有名的叫做恐怖的检查啊这个版画啊这个作品他的名称叫做恐怖的检查 那么作者呢就是黄蓬黄蓬黄蓬何许人也黄蓬蓬各位来看黄蓬蓬他的墓啊就在六张里的乱葬纲也就是这个看到我到这个黄蓬蓬的这个墓种前啊去献花 那么这个就是当年50年代白色恐怖 国民党枪毙了许多共产党人或者亲共人士 有的是冤假错案 那更多呢是确实就是信仰社会主义 然后呢追求结束内战 希望两岸能够统一的这一些亲共人士 那么黄蓬蓬就是其中一个 那么现在蔡英文呢去颂扬黄蓬灬各位看到在蔡英文的救治典礼上呢 黄蓬蓬的这个恐怖的检查被作为是白色恐怖啊 我们要转型正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腾 但是黄蓬灬当年被控的罪名就是所谓啊帮中共组织在台湾如何要发展 然后要策动这个发起雄运啊如何反对国民党啊 那么所以理论上如果你们这些人说我们要50年代白色恐怖要平反 我们要转型正义 那你怎么会用同样当年的这套手法 今天来对付在台湾主张要和平统一的人呢 所以我说各位看到的在我的身后 各位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在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下朝基金会 还有政治受难者协会他们在春天以及在秋天一年春秋两季会到六张里的乱长纲去暴念50年代白色恐怖的这些受难者 而这些受难者呢他们牺牲了如今却被台独工作者所收割啊 那么他们的心愿他们的心声台独工作者呢却不去理会的 我们来看当年这些人他们所要的是什么 当年他们所要的是民主统一 各位看到当年他们希望的是结束内战两岸能够统一 那么今天你白色恐怖你说要平反你要转型正义 那你转型正义你是要结束国共的对立 你是要结束两岸的对立 你要促进两岸的和解吗 结果我们看到台独的工作者显然不是如此 我们看到他们转型正义搞老半天就是除了拆讲去讲啊 就是去搞什么名字的罗马拼音话啦 然后去鬼扯啊南岛民族才是我们的祖先啦 或者说台湾原住民怎么样四百年被迫害啦 等等等啊都是在扯这些 而对于刚刚我们直播一开头 我跟各位所谈到的威安妇的问题 日本殖民者他们在台湾所造成的这些屠杀 在台湾所对于台湾的同胞进行的迫害 我们看到台独工作者他们是从来不去提 那天天呢在搞名字要改啦 在搞这些我们要重新认阻啦 要到南岛去寻亲啦 这些转型正义根本从头到尾 他不是真的要什么民主自由 他也不是要去促成什么两岸的和解 国共对立的结束 他要的就是反中 就是去中 这是民进党转型正义 他包藏护心 真正他的内心 他要的就是要反中 就是要去中 所以我希望一些大陆的朋友 一些统派的网友也好 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转型正义表面让大家觉得 哦反对蒋介石 一些共产党的朋友可能觉得说 我们也反蒋介石 问题是他是借着反蒋介石的明 他其实在搞的是要反中 是要去中 就好像他打着民主自由的明 实际上他是在压制台湾的民主自由 他打着转型正义的名号 打着反对白色恐怖的名号 实际上他现在在搞的是绿色恐怖 所以我在今天直播的最后 就以我手中的这张照片来做一个注解 各位所看到当年50年代 这些白色恐怖的牺牲者 他们的理想是觉得说 国共之间的不应该对立 我们应该就是结束内战 两岸的统一一起对抗帝国主义 那当年他们有这样的心声 在那个年代国共的战火 这个对立的年代呢 他们是被国民党所枪毙了 而到了今天的21世纪 两岸早已不是当年的情况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呢 今天在台湾我们不断的 几乎和平统一 结束内战的统一工作者 却同样遭受到国民党 当年如何对待50年代的这些人 今天民进党呢 虽然不至于像当年一样 真刀真枪用枪毙来干 但是他们呢 却用另外一种方式 既要做真结猎女 同时呢 他又要这个干一些狗屁倒灶的事 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做婊子 又要立牌坊 而我们今天在台湾作为统一的工作者 我们继承了当年50年代这些牺牲者 他们的心声 在今天两岸已经不是当年那样对峙的情况下 我们衷心的希望台湾跟大陆应该一起携手 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也在这样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之中 我们继承了他们的一致 而我们也成为了21世纪民进党绿色恐怖的受害者 今天台湾心声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 希望各位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留言 我会一一的来这个从当中看 有重点呢 我会统一的回复 或者是呢 觉得各位是真心呢 来这个讨论问题的 我也会愿意忠心的来跟大家一起做讨论 至于谩骂或者是台独的屁孩 只会在那里喊口号的那就大可不必 因为你们如果真的那么真心的要去建国 请你们去找当今的台独工作者 蔡英文赖清德 请他赶快付诸实现台湾建国 如果你们一直认为说 你们真正信仰的是民主自由 请你们用当年太阳花的精神 去对抗现在无法无天违宪违法的台独工作者 当今的掌权者 请不吝点赞订阅 由于安家